看這邊 看姐姐的面部這邊可以嗎 我覺得還是在康哥果然 對 張宜東 講測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就是說 因為很多的客人 到店裡都會跟他開玩笑 熟客 說他們只要剪瀏海就好 為什麼 因為剪瀏海的話是站在 正前方 面對面 做好 現在側面 側面 面對他嘛 好 預備 幫我們示範 剪瀏海 對 剪瀏海 幫你拿著 頭抬高 那個眼睛看哪裡 因為有時候在剪客的時候 我站在前面 他們就不敢看我 對 只敢看下面 然後他們就看下 我就說來 頭抬高 然後我又在剪的時候 他又不好意思 還有頭低低 我說等一下 看這邊 妳就這樣直接講 就我 我每天都會來剪 因為剪的都是比較熟的客人 熟的客人才會啦 就是 弟弟啊 就開他們玩笑 他很開心 對啊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可以直接告訴你 我覺得我瀏海有一點狀況 沒有瀏海 老師也想剪瀏海 你知道嗎 老師也沒有瀏海 不要開玩笑 我從今天開始回答 只留瀏海 只留瀏海 對啊 就是隨便就是 如果店裡放什麼音樂 就 所以妳會這樣剪瀏海 剪瀏海 不是這種 不是這種 但是是可愛的 例如呢 來 音樂 剪頭髮 剪頭髮 你在剪頭髮 對 你在剪頭髮 好可愛喔 很可愛 很可愛